知意兴趣不让梦想变成空想 秀林协会年度工艺发展成果展 在花莲市的松原别馆开幕 透过多元就业计划展出多项太鲁格除 织布工艺还有文创系列商品 展期只有到12月4号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 花莲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 年度工艺发展成果展 特鲁股知意兴趣不让梦想变成空想 16日上午在花莲市松原别馆开幕 在劳动部多元就业开发方案 社会型计划协力推动下 部落之星重新跳动计划 展现太鲁格织布工艺文化和丰富作品 不是说原住民就只有织布 织出来的布其实都没有做成成品 那现在把跟皮雕结合了之后 那个成品出来 这是其实别的地方都看不到 第一个就是说你接触了 有兴趣了 再来就是说文化 就像你讲的 但是我以前排斥是因为 我妈妈就一直坐在那里 对老人家就是说 怎么一直坐那边干嘛 你不累吗那种感觉 对 然后之后之后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去接触了以后 就会有产生很大的兴趣 然后有了兴趣以后就觉得说 你可以在你的思想方面就可以创造很多 然后再就是说文化 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 那个传承的那种概念 在这里课程中 我们大概犯了四到五次的提示 我们是以部落资星团队为主 有四到六位到七位等等的 部落资星团队来组成 那我们最主要是供皮雕与织布 或是木头与织布 或是织布与织布间的一些创作 然后我们从传统延伸到现代 然后我们做的作品大概都有分有十件 十五件等等 不懂不等嘛 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看它的难易度 我们这次有比较特色是跟国立公益中心做的有 手提面纸盒的皮雕之意的作品大概十件 然后杯垫呢一组有七个用彩虹的颜色去区别的 大概有十五件 待会这边都可以看得到那些作品 还有一些我们在跟县政府的社会师的 做的一些皮件的那个合作 我们也做了十件 所以我们这个展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从传统走出来 走出现代的生活适应到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用作品或是用商品 或是用我们的任何形式的东西 来让大家看得见我们太鲁阁族群的文化是多么的美丽 从传统延伸到现代 以彩虹形象为主题的部落之星 跳多保守的黑白单色 以缤纷色彩多过整国展现太鲁阁族作品的美丽 传递在地部落特色文化 战期结起至12月4日 现场打卡还送纪念商品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记得讲帮演火灵师报导